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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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大家好 這個今天呢 要幹骨什麼東西呢 要給大家幹骨 幹骨什麼 說一些有的不的 告訴大家 一些厲害的東西 三軸穩定器 搭配 運動相機 監聽大家有沒有聽過 監聽 用運動相機來監聽啊 然後再教大家如何用藍牙 麥克風直接送到運動相機裡 然後再實施監聽 這個有沒有興趣 有沒有興趣 在這邊重申拜託 或是教這些東西沒有義務 一定要幫你 做後續 我沒有義務 那勞煩您就是說 您東西在哪兒採購的 哪兒去 在這邊再拜託您 我說真的 我們要養家 我們要糊口啊 您在哪兒得到的 購買的 您就到哪兒去 真的不要 再為難我 我真的過得很辛苦 這點我在這邊再拜託一下 真的 你不要再 你們不要再為難我 你東西 不是跟我們買的 就不要 找我們的麻煩 因為每天最少十幾通這種電話 那我們也 最主要是忙不過來 真的是忙不過來 我忙得過來 我一定會幫你的忙 但是我忙不過來 你就不能夠為難我們 這點我這天再拜託 好今天是SPG Live 第二個 教大家如何用 運動相機 搭配幾百塊的 藍牙 耳機麥克風 組合成一個收音 監看 監聽的一個 運作模式 那 這一類的東西呢 其實 進步的太快 每個東西 像今天SPG Live 跟大家報告 今天SPG Live 有幾項重點 它的版本又升級了 麻煩大家去升級 升級完之後 能得到什麼呢 升級完之後 能得到什麼 SPG Live 最大的優勢 在於就是說 它可以這樣子拍 SPG Live 這麼樣做呢 可以拍出 很棒的低角 效率很高的高角 好 好 再來呢 你好 你每天 你每天看直播 Jerry 每天看直播 謝謝你的66666 感謝你們的66666 這個你們的鼓勵 讓我又有精神了 是耳機 又是麥克風嗎 耳機又是麥克風嗎 耳機又是麥克風嗎 Mars Chen 你好 今天為大家收音直播的是這一根 好 比BOSS還大支一點點的 這個麥克風 這比BOSS還大支喔 這東西 今天這大支的麥克風呢 挺牛逼的 聲音OK嗎 給Mipo用的 SY Chen 謝謝你今天來 又上直播 還給我們66666 真的非常的感謝 這樣子 BOSS爆肝在直播呢 也非常值得 記得一件事喔 BOSS每個直播 前一頁 都搞到深更半夜 我才敢上台講 我不是東西拿了 就在那邊唬爛的 大家知道 BOSS的這個直播影片 不專業 是不專業 你看現在在直播 沒字幕沒LOGO沒VCR的 不專業 但是你要知道齁 在國外的這種評測呢 他們剪得很漂亮 弄得很花俏 阿富我聲音OK嗎 這邊 Mipo用的麥克風 最新的最新的 最新的麥克風 多小小可愛呢 是不是 這邊這樣子 往鼻孔一插就進去了 還那麼小隻 可以插鼻孔的 我把它弄乾淨 都鼻屎阿 噁心屎阿 好 好 ETS1 謝謝你的上線 今天呢 要講G5跟SPG Live 跟 這一支 教大家 今天整理才找到20年前 這麼小隻的無線麥克風 卡拉OK 健鵬你在講什麼 你今天整理才找到20多年前 這麼小隻的無線麥克風 好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用它 配合一支很便宜的耳機 可以收到乾淨無比的 沒想到晚上 下午 其實晚上 晚上也有BOSS辛苦啦 是是是 今天要回答問題比較多啦 因為 這個出了好多台 然後都在處理收音的問題 沒想到 一試真的把Gopro給幹掉 真的幹掉啦 是是這個 這個夾娃娃機就夾得到 這個 這個蠻便宜的 沒想到在Mipo上的效果這麼好 阿富這效果好嗎 聲音 誒 蔡明哲 你好 蔡明哲都叫我BOSS這個叫怪機師購物台 誒 倒不要這樣說 因為不太報價的 哈哈哈哈 純粹就是 前一夜的 乾苦啦 測試這些東西 測試到最後 發現了大秘密啊 不跟大家分享 心裡不愉快 阿富今天你來你就賺到了 看好這件事情 一定要學 一定要學 阿富你們那個廟會幫的直播呢 記得一件事要做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非常的重要 手機都被拿走了 一二三四 啊今天只帶四台 今天只帶四台 好 廟會幫記得 記得 這裡是手機 這裡是行動電源 嗯 Live streaming 把它合在一起 那你手機拿著拿著你就直播了 在這邊直播 那當你要搖臂的 要兩隻手的時候就把它放掉 齁 你在控制vivo的時候呢 就可以這樣弄了 齁就可以這樣弄了 齁 欸小五也正在直播啊 對小五也正在直播 齁 這個非常的便宜 然後 沒錢賺 齁 沒錢賺 但是 好用啦 好用 那一般的生意人 對於一些創意發生的時候呢 他會把它做得很包裝 刻意開模 讓你在市場上買不到 然後讓你以為 非得買他的東西不可 進而能夠高價獲得銷售 那麼 利潤就會 那boss搞這種不賺錢的東西呢 發現他真的很棒 就是說 還有一個棒棒的地方齁 我馬上 把我那一根 我那根比較粗的那根拿給你們看 齁 那個挖厲害耶 很粗耶 很多朋友都有買這一支 這一支不是不好 這一支好東西 但是要練 齁 這支boss拍呢 比 比陀螺衣還漂亮 這一支 799塊碗念器 boss拍的比陀螺衣還漂亮 問題是呢 不敢 不太敢 不太敢一直秀這一支的作品 因為這支要練 那這支要練呢 boss也拍這支拍得非常的好 可是呢 家裡要養家活口 齁 不能這一支就是 純粹就是定位給學生跟初學者 在手機 go pro vverb ultra 運動相機用的這一支 手機這個 這初學者 那不能夠常推他 因為推他他有很大的排擠 好看好這一支 齁 boss這支齁 這支這樣好了啦 這支叫boss那支啦 齁 這叫boss那一支 齁 要不然 因為不取名字真的很難處理事情 這支叫boss那一支 齁 什麼boss槓槓啦 什麼什麼 好看喔 齁 齁 相信大家都理解 那直播的時候呢 看到沒有 你可以用彈幕去take 大幕去take 大幕去take 齁 sorry 這也只有iPhone可以用 齁 因為這個是 vivo vivo 那這支你看 在這邊take 這樣take 大小完全剛好 放掉 齁 放掉 然後行動電源在這邊 齁 這個中間 這個 這個要叫什麼名字好呢 好 我要boss那一支嗎 欸 等一下再想個名字好了啦 幹 每個人都把我這支拿走怎麼辦 我們再想個名字 這個要什麼名字好呢 這個要取什麼名字 那買的話要說我要boss那一支 這樣子 我們家小姐真的會來找我 會嗎 好 好 這個東西叫 取個名字好了 我們想個 想亮一點的名字 齁 boss那一支直播棒棒 好 就定名為 麻煩幫我key一下字好嗎 這 這東西叫 boss那一支直播棒棒 好不好 幫我key一下喔 Mars麻煩你喔 boss 的直播棒 boss那一支直播棒棒 不要講那一支好了 好啦 boss直播棒棒 定名 boss 凱倫幫我打 偉倫幫我打一下字喔 boss直播棒棒 好 這直播棒棒呢 這邊放行動電源 這邊放你的iPhone iPad touch 然後進行呢 控制 進行控制 那 你如果在外面還要收音呢 還要收音呢 我們在想辦法幫你做那個叫做 boss直播棒棒 欸 Mars謝謝 boss那一支直播棒棒好呢 叫好棒棒 不行啦 好棒棒已經很多了 boss直播棒棒 好啦就叫boss直播棒棒了啦 要不然那個boss那一支直播棒棒 蠻難聽的 好啦 boss直播棒棒 好 這支直播棒棒呢 呃 如果是收音 還有收音的問題呢 無線收音的問題呢 另外再幫你 可以再扣 扣那個 這邊再幫你扣一個 這邊還可以再扣一個 這個 這個 再扣一支在下面 那你的那個 無線收音的 麥克風 就可以扣在這裡 扣在這裡使用 扣在這裡使用 好跟大家講 蜜謀已經在市場上出現那麼多了 齁 你們的問題告訴了我很多 必須改進的地方 因此呢 boss呢也在這個 欸這還有一個重點齁 還有一個用法 看好看好看好 大家瞅瞅齁 看喔 呃 橫的這邊呢是Tech 我再改一下 看能不能改舒服一點 橫的這邊是Tech 這邊在做Tech 好 然後要看直播的效果值得 看播出去的結果值得 欸Tech 波 Tech 波 欸看他的尤鈴咚有沒有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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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呂漆的 欸謝謝喔 謝謝 謝謝韋倫喔 幫我打這個字 我後面好做處理 好這叫BOSS的直播棒棒 好那直播棒棒講完了 接下來講這個SPG LINE 因為今天有一些電話進來 那必須告訴大家東西會一直升級 它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幫你整個軟體都弄到好好好 妙妙妙就要呱呱叫不行的 它會一直升一直變 一直升一直變 因此今天麻煩大家去升級它 升級它之後呢 它會變得 比較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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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可以跟 那記得手機在室內通常都會有一個災難 淋 因為我們東方人 很多手機放起來 淋 黑打散黑打散 那黑打散黑打散這樣就不妙了 尤其女生 像我女兒被我拍的不補光 拍的那個 臉都黃黃的 跟她打杯打杯這樣子 黑打散黑打散 後來就再也不讓我拍了 後來就補光就對了 反正你就是記得啦 補光啦要補光啦 光補下去 這個 健康啦 欸 汪奇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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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慢慢 那個 你的那個英文特別難念的 打一下中文喔 不好叫你的名字 汪 汪CHIH你好 那我叫你 汪奇 汪奇 你好 這挺累人的 別折騰我 或是一樣 這什麼發言 這什麼發言 對 每天癢癢的是什麼發言 對 好 那得到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得到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可以倒著拍 可以進行警察局模式 這樣精彩了 警察局模式就建立起來了 警察局模式建立起來了 好 那正著拍 再來 再來呢 優雅拍 直直播 那直直播有個缺點喔 不能架這個東西 直拍的時候燈不是架在這邊底 直拍的時候燈不是架在這邊底 因為直直播的平衡要做得很好 直直拍直直播要平衡要做得比較好 好 我們來做一次直直拍的平衡直播 好 這裡要調好水平 好啟動 好 這樣頂一下 這很多人還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怎麼立起來 聲音會斷訊 聲音偶爾會斷訊 好 那我現在確定 因為這是指 這個是有限的 這是有限的 好 千萬別這樣拿 這樣拿 你這樣拿著直直拍呢 它會進入法輪狀態 它會進入法輪狀態 那你看著它轉呢 你必須唱頌 你不唱頌錢不來你家 那還是按照我 Omany be mi ho Omany be mi ho 叫一個爽字 把錢都賺到家裡來 Omany be mi ho 它會進入法輪模式 尾輪現在聲音還在斷嗎 那有可能是報音嗎 有報音嗎 好我聲音不要太貪心 我聲音不要太貪心 聲音我不會太貪心 就不會斷 大家知道 Meebo在收音的時候 你如果說是 Overload的時候 它會斷訊 Overload它會斷訊 所以我利用 沒有報音號 沒有報音 斷訊還OK嗎 好 它會進入這個 自轉的狀態 那勞煩大家這邊做個假人 寫上你的仇人的名字 讓它自己轉 它就會變得特別的忙 呵呵呵 也害人了 沒有啦 這純粹就是說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說 你是賣手機的 你賣手機你就買一台這個 你就讓它自己轉 可以轉八個小時 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挺不錯的 那你如果說 想要讓它轉得更久 沒問題的 行動電源捅上去 它就轉到死為止了 它就轉到死為止了 它可以供電的 它可以用行動電源供電 它可以行動電源供電 再另外一件事呢 BOSS的槓槓呢 是針對專業的 是專業的客人需要 特別去弄的 BOSS的槓槓 那 BOSS的槓槓呢 有大槓槓 中槓槓跟小槓槓 齁 手心手背都是肉 都是BOSS的槓槓 好 那BOSS的槓槓呢 用在哪裡呢 好 我們來瞅瞅 好 昨天那個北京來的那個 來了這兩天 估計它要的東西買一買 要二十 快二十萬 快二十萬 但是呢 沒有賣它 好 沒有賣它那麼多 好 因為它要的東西挺多的 那 帶了兩槓槓來要買 後來就是發現它 有一些部分它是沒辦法用的 就是 它在內地沒辦法用啦 我們也就 跟它 好勸就是說 東西買了就是要用 沒有用就別買 所以就沒有把它 沒有賣它那麼多 就針對它有需要的部分 賣給那個王董 王董也很大腕 好 很大腕 幾乎它只要看上眼 它都要下手 那講真的齁 他們內地真的咱們真的是 BOSS是直上APP升級 我的SPG-LINE嗎 魯彈兄是這樣子齁 那個升級是這樣子 你首先你就是那個 先 SPG-LINE要插電腦 到飛羽的軟體去把SPG-LINE的那個 軟體跟下載下來之後 它有那個 它有那個 很簡單的說明書齁 你照著線這樣插進去 然後開它的升級軟體開著 然後再把那個File打開之後 按upgrade它就把你升級完成了 這是固件 那另外一件呢就是說 用你的手機 你手機自己本身還有一個APP 也要升級 就是手機要升級APP叫做 飛羽 按 也要升級 那麼這個版本是1.48 現在你們買到是1.46 它這幾天這一陣子又出了一個1.48的版本 1.48升完之後就變得比較 比較 比較滑順齁 操作性能來各方面都變得比較 比較OK 欸MARS別跟人民幣過不去 倒不是啦 那個東西是這樣子 你既然是要做口碑生意齁 你不要塞人家 因為他不會用齁 他不會用齁 會造成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公司的那個形象也不好 因為他不會用他會怪產品的 但是這個這個這個王董還蠻厲害的 那個在講 在過去講的一些直播當中 他幾乎每集都看 然後 一些 橋段什麼的他都如數家珍 然後裝過的什麼東西我都忘了 他還截圖讓我看一下他要的東西 功課做到真的是 十足讓人驚豔 那 真的沒有話說的地方就是說 他們數值高的 他們數值高的這種所謂的知識分子 能力方面 還有那個狼姓 那真的是企圖心非常的旺盛 執行力也非常的夠力 那錢當然就是更捨得花 他那個王董在內地大概 一年也做一兩千萬的人民幣生意 也算是好野人 也算是好野人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今天我要宰他太容易了 就是 什麼都推給他 他基本上都是點頭好的 那這個生意我真的幹不來 因為那個東西 明明知道人家不會用 你賣他就沒意思了 他對Terra Lake也很有意思 那個東西太難度挺高的 就沒有請他買那個比較有利潤的東西 就還是在這邊弄了 還是在這邊弄了 好 這邊升級完之後 BOSS的剛剛幾個用意告訴大家 第一個 來平衡這個鏡頭 讓你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給我順利 再來呢 我們要啟動他的飛羽按 飛羽按 飛羽按 這很討厭 手機子齁 四五隻 每一個按法都不一樣 所以呢 造成了這個精神崩潰 電話都沒辦法接 欸 好啦 總之他自己去玩啦 玩他的人臉追蹤啦 我剛剛升級完 就先回答一些 部分朋友的問題先解決 好 這一趴呢 這一趴跟大家講解的就是說 SPG Live 已經有一個1.48的版本要進行升級 另外呢 他手機的飛羽按 也必須升級 升級之後呢 你就得到很滑順的一個手持 那重點大家來了齁 手機穩定器 沒有四個小時以上的續航呢 沒有三個小時以上的續航呢 基本上都不符合時代需求了 齁 那 目前CP值最高的這次 SPG Live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說 他是全世界唯一 就是按三下 就水平校正完畢的 齁 同樣要記得一件事情 怪機師這邊的版本會幫你調的比較細 齁 會幫你調的比較細 那其他的版本呢 拍出來就是比較硬 會硬硬的 硬硬的 像這樣 好 會硬硬的 硬硬的 那硬硬的就不行了 齁 記得來怪機師的好處 就是說我們 會處理的版本 會把它處理的很滑順 讓你畫面就有職業感 那 原廠出來的東西 我們其實叫他工程機 出來的東西就是硬邦邦的 拍起來不好看 而且 呃 會有一些職業使用者的 一些 不順手的地方呢 我們這邊都 這邊都會幫你在細部再做修整 好 這是他的差別 那再來就是說 怪機師的版本有個好處 就是說 他可以擴充全世界沒有的東西齁 譬如這是只有我們有 你這邊要擴三個鏡頭照樣擴給你 當然你三個鏡頭是 腦子裝什麼東西 你要用到三個鏡頭 好 腦子裝什麼呢 好我沒說齁 沒必要裝到三個鏡頭了 好 接下來 有沒有 Verb的 那個運動相機用藍牙耳機收音的 這個 這個 教學有興趣嗎 運動相機用藍牙耳機收音 然後收出清晰無比的好厲害的聲音 有沒有興趣 好有興趣 沒人有興趣 有興趣 好 以上就是這樣 再來這個洞洞齁 大家看後面這個 有個四分之一孔 鎖上這個東西之後 你的肩背包再做個扣子 這麼一扣 齁 你走路的時候就搖擺了齁 你就搖擺了好不好 你就搖擺了 好 搖擺搖擺搖擺 好 這邊呢 SPG LIVE 怪機師版本 好 熱烈上映中 熱烈上市中 熱烈上市中 好 那這邊呢 請他先下去 好 我們準備下一件事情 喔 幸好他們 幫我裝了這個台詞 變大 還要再加大 好 下一個 下一節齁 下一節來講 那個 下一節來講 Verb Atra 30的手音 這目前外面找不到資料 不多啦 應該有厲害的人都會用 那我為了Verb Atra 30去買了三支麥克風 買了三支麥克風 那一直沒時間弄好 買了這三支 這一支 齁 自己上網買 這一支 SONY的 這一支 什麼5的 這一支 什麼8的 搞不清楚 我記不住名字 自己去找 再來這一支 別問我廠牌喔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這支SONY的 這支SONY的 那 這支SONY的呢 5980 沒錢賺 咱們不敢開它 那你會問奇怪 BOSS 這個你也沒在賣 這你也沒在賣 這你也沒在賣 那你介紹它幹嘛呢 我也不曉得 就覺得好用啊 那可是沒錢賣 又要介紹 然後又要自己花錢買 這生意真的是幹不得 幹久了之後會 有老婆會被罵死 真的 我建模開一下好了 我建模開一下好了 哎唷 你已經不會順喔 一直在那邊鬼叫 好 我看一下建模 哇 今天人還挺多的呢 感謝啦 剛開始播的時候 真的小貓沒兩三次 現在隨便播一播 都有七八百人 這也是感謝各位的支持 這麼枯燥的東西 那今天也為你總經理來 這BOSS的直播他都有看 可是他都在睡覺 他原來是把我的直播當催眠曲在用 嘿 感謝他 最起碼他有在看 好 現在要進入正題 另外一個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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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要秀這個東西給大家 秀這個東西給大家 讓他監聽一下 看看就是說 BURB Ultra30 如何帶給大家 滿滿的監聽 雜音喔 雜音嗎 雜音嗎 我聽聽看 有雜音齁 好 馬上跳走 好 喂你好 是 你好你好 欸 現在喔 現在 有餒 現在就是 壓力大沒有戒成功 欸 拍謝 有有 還要還會再 再努力一下 謝謝 謝謝醫師 謝謝 拜拜 拜拜 那 這支麥克風呢 厲害啦 他可以送聲音給他 還可以監聽 同時還講電話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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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你 XT 我 不曉得什麼是XT anderes 如果我知道 我肯定告訴你 那 FUJIFIM呢 通常都好 如果是XTO感覺 像是FUJIFIM的 Fujifilm的東西通常都不錯 都不錯 市場口碑還有客人 我在問他們在用的人 來配東西的人 我在問的情況 大家都給予高度的評價 因為Fujifilm是一家製造與電影鏡頭的公司 檔次是很高的公司 有一定的水平 那它有一定的水平 它自然而然它做的東西呢 也獲得市場一定的口碑 所以說呢 它這東西 我相信XT1應該也是很厲害的角色 我好像有記得是Fujifilm Fujifilm好東西啦 閉著眼睛買就對了 還沒有遇到人家屌它的 真的我這邊客人那麼多 還沒有遇到人家屌Fujifilm的 橫廠公司是一家老公司 做生意實實在在 服務也蠻到位的 很實在的一家代理商 所以Fujifilm的東西呢 XT1相信一定不差 那XT2我當然是 深深的推薦 毛毛的推薦 萌萌的推薦 萌萌的推薦 很萌的推薦 XT2 超喜歡的 好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解釋的是 Vubr RTRA 30 如何利用這個 市售的一些麥克風來收音 而且收的聲音呢 比這個 貴貴的這個 GoPro 外接線 要來的萌萌的 這個GoPro外接線 挺貴的 挺貴的 不便宜啦 它下面有個洞 3.5的 跟一個充電槓 給GoPro5 進行收音 好今天要講的是收音 那你的GoPro可以收音 但是收音 了不起嗎 收音了不起嗎 那不能監聽啦 這點 這點GoPro這方面 就有點 有點那個 有點 好 QQ想買XT2 銀彈不足 是是是 真的 XT2是負擔了點 但是我覺得很直 照相超棒的 清晰不銳利 我唯一見過一下機器 就像清晰到不銳利 也就是說 它完全用 硬件的道理 在處理影像 所謂硬件的道理 就是光學Sensor 這些是它的 硬實力 那影像的銳利度又分成 光學Sensor 再來 軟體處理 那軟體處理為了清晰呢 為了更銳利的畫質呢 就會在裡頭內置銳化 銳化另外一件事叫什麼 叫後期烈化 當你過度銳化之後呢 這個素材將來就完蛋了 它在二次剪接的時候 它會造成直向烈化 烈化之後呢 這個素材就可惜掉了 所以適當的銳利度呢 OK的 那 記得啦 影像是一個原則 剛開始玩的人都希望 嚕來嚕後 那個是不對的觀念 要清晰不銳利 千萬記得要清晰但不要銳利 因為那其實看起來不舒服 而且 過度銳利的 畫面呢 在很多的 Display在輸出的時候 會出現摩爾文 就是那個閃爍 有一些 有一些 屏幕在處理那一類摩爾文的時候 它的程式寫得不好 它就會閃動 這就是你追求過度銳利 會造成的下場 也就是說 在這邊強調一件事情 畫質 跟內容創作是沒有關係的 你就是 重視你的內容 創造你的內涵 讓你的影像 更多人看 不要太去追求那個 銳利跟畫質這件事情 但是 你值得追求的是一個 真實清晰 而不銳利的影像 那是最高境界 你不要拍到最後 從頭銳利到尾 我跟你講 被影拍的女生 他沒有想殺你 那個就糟糕了 那就糟糕了 清晰而不銳利 帶出自然的美 帶出自然的美 首先我們把這個 Verb打開 我永遠不知道 它的Power是哪一顆 好歹在後面做個代號 因為它太簡單了 它簡單到你沒辦法弄 什麼是銳利 那什麼算銳利 銳利就是這樣講 銳利就是說 它所有的線條都快發白邊了 好 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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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學到一課 我教大家 銳利就是清晰到發白邊 那叫銳利 但是清晰不銳利 是它很清楚 但它不發白邊 好 再教大家一個測試的方式 很簡單 你只要呢 在那個 欸 是是 謝謝你認同我的觀點 原來BOSS虎浪還是有人認同的 是是 感謝您 那個 SYChain 那 教大家看清晰不銳利的看法 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一個影像非常的清晰的時候 它會出現白邊 這白邊你在放大過程當中呢 那就是劣化的一種 直向烈化 那 在Play的 Display的 很多Display它會有一種叫做優化處理 就是你東西明明拍得爛爛鳥鳥的 鏡頭明明爛爛鳥鳥的 可是呢 透過 一些屏幕播出來就是特別漂亮 那叫做顯示優化 那在前面拍攝的過程當中呢 當然你的東西要符合一個 一個大家都試用的一個標準 你就會發現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在這台電視看好看 到了那台電視看特別難看 那就後期過頭了 後期過頭了 那當然這個 這個方方面很大 以後再聊 以後再聊 這個 而且BOSS不是那方面的專家 在這邊 先把前面的東西先收回來 先收回來 這個 這個 我在改天請 請那個 真正的那個專家過來 再跟大家講那個東西 那現在先 今天這一段 這一趴講的就是說 如何把影像處理到清晰而不銳利 那是最高境界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然 就是自然了 好 把它打開 打開 打開 好 這裡頭有四顆定交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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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頭這四顆定交鏡頭呢 幫大家演練 首先教大家處理的是 收音麥克風 收音麥克風 好 當然 今天這堂課精彩了 還有這個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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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GPS OSD 讓你整個 賽車的過程當中 把那個 你的路線圖 你的速度 整個弄到那個 影片上面 記得到影業達頻道這邊 打上WINYDA 那我要秀的是 Verb Ultra 插著它的厲害的地方 它可以在 路上出現一些 很不錯的這個 圖表顯示 然後它在走路的時候 會幫你紀錄海拔高度 那今天一個客人 他厲害的地方 厲害到什麼地步 他用它呢 可以顯示 他做出來的影片 可以顯示 他的心跳 他的速度 還有他的那個 血壓吧 還有那個 車子的 走路的這個 海拔高度 很多很多 透過他 可以 可以 拍出來 一大堆 圖表 我在想 他的運用是不是 可以用在身體健康檢查 還有馬拉松跑者的那種 運動選手的那種 叫做 監控 心率監控 心率監控 我甚至懷疑上次那個 柯P去騎腳踏車 那些心電圖 那些資訊 是不是這個東西來的 因為他那個時候 在直播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些 心電圖的畫面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擋成這樣 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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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他會出現 出現一大堆這個 GPS資訊 出現一大堆GPS資訊 出現一大堆GPS資訊 路線 好 重力 速度 好這不是最誇張的 好 那這個這個這個軟體呢 是免費的 這軟體是免費的 好 可以出現 這麼多有的沒有的 待會就叫大家收音 叫大家收音 那我們就 開始吧 挺枯燥的 好這一個比較誇張 好這比較誇張 好 這一台 這台運動相機 可以 弄成這樣子 潛水深度可以嗎 阿 威倫你是在亂喔 GPS怎麼會打到水裡面去 水那邊要用聲納啦 屬於後置套路GPS數據 對對對 搭配它本身上面是這樣子 沒錯 潛水深度可以嗎 應該是不行 如果記得水下的那個 GPS是沒穿透的 然後再來水下的Wi-Fi也沒有穿透 因此就會造成一些困擾 好我這邊 開始要收播 我先把這邊講完 好這邊講完 好看好 首先呢 我從最外面開始講 這裡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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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 選擇南牙 南牙 南牙 南牙選上去 往這裡滑過來 這裡 這裡 這裡是EV 曝光值 這裡是ISO 你就記得 你就開到限制的ISO400 然後它會利用慢曝 慢曝去拍 讓慢曝去拍 然後就會變成一些 畫面會比較好 鮮豔 我喜歡 高 這是銳利度 銳利度呢選中間 不要太銳利 高呢 這是一般 這個地方是在講什麼 這個地方是在 你在錄製一些 比較高動態的東西呢 它的檔案會變大 那 靜態的檔案會變小 那選高的呢 你的BREAD也會變大 再來自動 這裡是色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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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關閉 這裡是曝光 這兩個我忘記了 這兩個我忘記了 剛剛那邊看說明書 沒有把它記好 我只講重點 好 只講重點 再來 它 寬螢幕看一下 好 我們把Wi-Fi打開 Wi-Fi這邊 按著不放 Wi-Fi就開了 那GPS也跟著開了 藍牙也跟著開了 把Wi-Fi藍牙都打開 好 那 那緊接著呢 我們開好這個東西 Verb的軟體 記得App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 之後我們做幾件事情 教大家如何使用它的幾個定焦鏡頭 它幾個定焦畫面 還不錯用 還不錯用 好 那 搞太多東西 好 我給它搞到PLAY去的 好 我先把它 好了 哎呦 怎麼弄呢 我跑到PLAY去啊 跑到PLAY去了 跑到PLAY去了 PLAY去了 好 這裡有幾個機關 相當不錯 看好 遙控設定 再控制 卡梅拉的 好 控制卡梅拉的 再來 再來 第二個呢 媒體櫃 播放結果 第三個是廣播 直接就開始廣播了 那可以廣播到什麼程度呢 720 設定 說明 說明你要播到哪裡去 然後 解析度 最高可以到720 呃 兩機一小時 好 這是它的直播功能 呃 記得齁 它的直播功能 盡可能就是在頻寬購的情況下 齁 任何直播都一樣啦 都要在頻寬購 好 好 緊接著看這裡 設定 遙控設定齁 嗯 啊 這沒電啊 這沒電啊 那不是這樣 啊 水給它滾開 水給它滾開 好 水給它滾開 好 現在幫大家設定一個東西齁 就是如何讓它的那個 聲音能夠收進來 咳 要控設定按下去 哎呀 講到鬼 好 這是監聽 你居然 居然 我 一直不知道 運動相機為什麼要做監聽 但是它給你做上去了 這也是讓我覺得 哎 蠻不錯的地方 哎 蠻不錯的地方 然後它的設定呢 在這邊齁 相當的多 還有專業設定給你 那鏡頭的那個 寬度 好 那我現在把收音的結果給大家聽 這是透過 這一支 這一支麥克風 透過藍牙麥克風 跑進去的 我拿太近了 正常要這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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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知道就是說 這個麥克風是可以 可以 可以打進去的 好 再來 監聽也OK嘛 監聽當然OK 用它來 用它來 直接講麥克風 那麼它的聲音透過 這個聲音透過 Verb 然後進而呢 打到這邊來 好再來我們來看它幾個廣角 超廣角 寬螢幕 在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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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老虧 真的不好意思 操作都不熟了 超廣角看到沒有 這麼廣 一整個廣廣的 多廣呢 好 它可以 非常大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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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角度來到多少呢 好 這錄一段順便給大家 我這錄完之後呢 就把它放到那個 放到YouTube 叫Verb 藍牙收音 首先把Verb拉到一邊去 讓它開掌門 掌門按下去 但是我先把 先處理一些事情 它剛剛是超廣角 再來呢 我把它的 視野在改變 啊 視野在改變 總共有四個 四個 四個那個 可以用 有四個 四個可以用 四個定交的 相當於四個定交可以用 好 好 這是超廣 它可以 好像一台手機可以對到十台 寬 那 那 那 這邊要再改一個東西 那 這邊要再改一個東西 剛剛整個是 旁邊的東西都看得到的 都看得到的 好 緊接著我們再把視野在 那個視角再改變一下 超變焦 超變焦 怎麼會用超變焦這個字呢 哇靠 超變焦的狀態我估計 是 相當於50mm 哇 這就好用了喔 這加穩定器在處理一些 呃 微電影拍攝來講 在做後期 後期的那個叫做 後期散景 還可以做後期散景 那就有點意思了 好再來 超變焦齁 再來縮放 更開了 剛剛是這裡 那這裡是監聽齁 可以關掉 也可以打開 監聽可以關掉也可以打開 好 接著 寬 齁齁 第三個鏡頭了齁 再來講第四個鏡頭 再講第四個鏡頭 超廣角 那超廣角我不會在這裡設 欸 因為 搞不懂 搞不懂怎麼在這邊設 好 喔原來如此 好 緊接著呢 把它弄到超廣角去 再來看看它的結果 有沒有廣得一塌糊塗啊 好 所以相當於我這樣的判斷 如果說用等效35的結果 我認為它有可能 大概是在50 再來這裡應該是 8 8mm 8mm 相當於8mm的那個語言 好 那我現在錄一段起來 把聲音 用這個 藍牙去錄 然後錄出 喔很好耶 錄的時候 同時會有監聽喔 給大家看一下 錄的時候同時會有監聽 藍牙監聽 藍牙監聽 錄的時候同時有藍牙監聽 它可以一邊監聽呢 一邊這個錄製 那你就可以在穩定器的操作上來講 取得好的收音 獲得穩定的效果 行的 錄一段這個東西呢 跟大家講 Vebo30的這個 用藍牙收音的一個結果 然後呢晚一點丟到Youtube過去給大家 那 好 接下來好像也沒什麼好拉了 沒有什麼好拉的 現在背景看到的是這個 直播用的這個System 這個也是 怪計師這邊在代理的一個 那經銷的一個東西 這經銷的一個東西 相當厲害 相當厲害喔 怪計師經銷的這個 導播台 可以做這麼多 這麼多 紙畫面的直播 可以做這麼多紙畫面的直播 這個有需要預約 可以開課的 這個可以開課 十個人免費開課 這個東西 十個人免費開課 那它可以利用 兩台GoPro當直播機 GoPro Ultra 3當直播機 做進去之後 那麼就可以做成一個 很大套的一個 EFP直播 這個東西 如果人數夠 我們會可以 可以開課給大家 來這邊 觀摩觀摩 當然這個東西 挺複雜的 複雜的 有點誇張 今天喔 謝謝大家喔 洪玉祥 謝謝您啊 感謝您的這個不嫌棄啊 然後這個 韋倫娜 謝謝你啊 昆瑤 謝謝你 謝謝博人 謝謝 蘇貞 謝謝你 麻斯千 謝謝 謝謝 王CHIH 王區恆 抱歉 好 再確定一下聲音 現在是Miro 然後呢 太奇怪了 剛剛在播是 太貪心了 同時在那邊播一堆東西 來現在 回到這裡 現在是 無預警發生的一些雜音呢 為什麼有些麥克風會發生雜音 它居然 這個殼啊 這隻 這隻 好 我把它取掉 好 那現在聲音又變了 現在聲音又來自於 iPad Touch 那這隻的干擾呢 呃 估計 抗噪性比較差 那我剛剛線呢 呃 整個殘繞著 那我現在把它拉開 然後離開一些干擾源 記得喔 當你的 有線麥克風 如果殘在變壓器上面 這樣子下面是變壓器 或者是你的這個 手機充電器 它就會有雜音 齁 它就會有雜音 喔 健鴻你也在上面齁 欸 剛剛潛水不讓我知道 好 大家好 這聲音呢 又比這個 手機要來的正常些 如果說 剛剛的情況我在這邊講現場齁 你們順便也可以消息一下 剛剛我把它殘 下面是RW打 是一個電磁場 那我這個 這一組線呢 剛好就殘在上面 那我們再製造一次它的雜音 它雜音就是 這邊 這邊 來了齁 哇 居然是ASUS 我擺在ASUS的後面 給大家看看好了 這雜音是在這狀態下產生的 有趣了齁 好 現在有雜音齁 好 來看齁 現在聲音怎麼樣 這一堂課呢 賺飽飽 讓你了解雜音的發生 居然是跟你的手機呢 的屁股有關係 它放到ASUS手機的後面的時候呢 這支有線麥克風 就糟了 然後這裡呢 下面還有一個變壓器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雜音來了齁 來 記得使用無線麥克風 這個有線麥克風的時候 記得把它拉開 展開來 盡量避免殘繞 因為殘繞呢 會有一種 感覺是 Antenna的那種 那種效果 就會收到那些 變成一個天線 變成一個天線 會收到一些有的沒有的 運氣好 會收到一些 這個廣播電台 運氣不好呢 就是 AC聲 雜音 好 今天呢 跟大家玩這個東西直播呢 順便跟大家講解一些 使用上的一些經驗跟技巧 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今天晚上呢 BOSS又能夠搞出一些新玩意 跟大家來這邊 打迪賽 那謝謝Jerry 健鴻 還有前面抱過的一些好朋友 謝謝你們的支持啦 那接下來呢 就輪到BOSS去吃晚餐了 OK 那希望每天 每天都有滿滿的新技術 每天都有滿滿的新知識 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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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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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